- どうしたって - 消失ない夢も - 止まれない今も - 誰かのために強くなら YO 哈囉 歡迎來到至高的收藏 我是橘子 今天我們要來分享的是 獸屋所出的 點滅之刃四人小隊的 最後一人 最平一之柱 這次所購入的為特典版 雙頭雕的版本 預購價為台幣2800元 而其特殊的鋸齒狀日輪刀 在刀柄的地方 可以拆開來進行組裝 不過在安裝時 因為虎口設計較小 所以有些困難 而在替換頭的部分 也要小心豬頭頭雕的灰色 會襯射到身體上 另外這件作品 整體的高度約為19.5公分 展現出使用二刀柳 受之呼吸的樣貌 在動作方面 其實也與 Aniplex的動作相似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頭雕的部分 在豬頭方面 雖然表現上 沒有半製裝來的 誇張細膩寫實 不過PVC還是以塗裝上色漸長 而後方的分件接縫 則是有些明顯 另外在特點頭雕的部分 呈現出了女孩子般的 漂亮臉蛋 在細節與還原度上 並沒有太多可以詬病的地方 而身體肌肉輪廓的刻畫 相當的結實寫實 雙手分件接縫處 也不會過於的明顯 但是還是有少量的異角 另外身體的衣著 也採用了高光陰影的上色手法 最後我們來與四人小隊一起合照 終於隔了一年 獸屋也補齊了鬼滅之刃的主角們 接下來就期待之後的水柱 與岩柱的表現吧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最後也別忘了訂閱加開啟小鈴鐺唷 那我們下次見 請訂閱加開啟小鈴鐺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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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訂閱加開啟小鈴鐺ashi Door Candice 是的 一大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